哈囉大家好我是陳音 那我們今天去玩一下我們波斯大荒野亂鬥 那今天的話打哲平要講話要小聲一點 因為我們今天的話是晚上 凌晨12點的時候才錄影片 因為我們早上 呃下午的時候是有出門啦 所以會 哎半夜不能太吵啊 好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的話先來把我們亂鬥通行證 這邊的寶箱給他開起來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今天有發現一個還蠻酷迅的東西 待會跟大家介紹一下啊 好道行寶箱有沒有機會開到什麼東西呢 看起來是沒有啊 反正有開到前來就還蠻開心的啊 這如果能夠看到能力之心的話那最好啦 然後有觀眾留言是希望哲平就是 其實能力之心感覺好像不是那麼推薦 直接用那個就是商城去購買 因為其實金幣感覺好像也是蠻難賺的 這樣感覺 用抽的好像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在商店這邊看到一個超酷炫的造型欸 這個 這甲蟲霸主到底是誰的造型啊 這有點酷炫 因為他連聲音都有改喔 你們聽一下喔 欸 他怎麼突然就沒聲音了 我剛剛怎麼進來聽的時候都還有聲音 我們現在就沒了 再試試看 會不會他是右聲道啊 嗯 欸對啊 為什麼 哎呦 他聲音超超級超級酷炫的欸 但是 這角色是碧兒嗎 感覺是碧兒 但是怎麼聽起來好像 不像是妹子的聲音的感覺啊 我們來玩玩看一下喔 聲音實在應該是碧兒吧 碧兒就是我們那個蜜蜂女 應該是碧兒沒錯 這感覺他的聲音有點 有點男生的感覺啊 碧兒不是 碧兒不是女的嗎 很怪 我不知道欸 我一直以為碧兒是女的欸 結果他不是嗎 這看起來應該就是那個碧兒沒有錯 那碧兒其實基本上我之前還算是蠻喜歡他的 因為 他是一個就是你先用蜜蜂先盯到別人之後啊對不對 然後 盯到別人之後的話 他就是再打一次蜜蜂的話 就是這樣可以打出很大的傷害這樣感覺喔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玩一下碧兒給大家看一下 這算是我之前就是 回坑想要玩的角色啦 不過後來這次玩的太爛了 所以就 就沒辦法 對啊 碧兒明明就是一個 妹子的感覺啊 為什麼他剛剛那個聲音直接變成一個大魔王的感覺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玩一下碧兒 然後先從我們單人換你 雙人的這個換你都開始 看一下他的任務是什麼 你們要恢復三千 啊不行 這要恢復血量呢 恢復血量又要靠我們那個 又要靠我們那個誰囉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來看一下機甲的這個好了 機甲的話這邊是 贏得八場跟擊敗十五個敵人的限定模式的機甲攻堅戰 那我們這邊還差三隻啊 所以就要讓對面拿機甲是不是 呵呵呵呵 這任務也是很麻煩的 要擊敗對面的機甲三隻喔 所以如果對面沒辦法拿到機甲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解這個任務了 這個任務大概是 可以來雷隊友的那種感覺吧喔 那我們先玩一下碧兒 碧兒的話基本上他的那個瞄準度的話 應該也是要蠻高的 而且他瞄準到兩下 因為他要先用蜜蜂先去 呃在別人身上做記號之後啊 我們也打第二下的那個傷害才會就是 比較高一點點 跟小阿嬌比較不一樣 小阿嬌他是那個遠攻的時候 就越遠的話基本上傷害越高這樣子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沒有機會 現在畢竟是已經是晚上凌晨的12點55分了 所以排的稍微會比較慢一點點喔 好來看一下 你是大豬頭跟沾沾沾 這邊是老頭跟我們的佩妮喔 但感覺佩妮怎麼又不動了 佩妮怎麼不動啊 他聽到老邁了 先小心點點我們去旁邊的 哇 不是我們是不是有一個沒有在動 對我們有一個沒有在動 啊 好沒關係那當他剛好幫我們解任務了 因為我們可以就是好好的就是那個 打爆我們那個 打爆敵方的機甲好不好 這個人可能也是來解任務的好不好 我信了我是反正我是信了好不好 我是信了 不是啦 先幫忙打個機甲吧哥 不是 挖機甲哎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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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這樣不趕快打一打我們連 連第一個機甲都不用打 好打敗一個機甲了哦 這我們解一個任務了還行 哈哈哈 太扯了吧 哦 再一發 水水水水 啊我也被炸到了 碧爾的話就是他第一發中到的話 基本上他可以那個是打出很多好成績這樣子 他真的是來解任務的感覺 那還行啊 不行了 我超爛的 碧爾的話應該是不該就是再進去一個面對打啦 不是佩妮能不能 在幹嘛哈哈哈 我真的是 搞不懂他到底要幹嘛哎 這真的是 他原地一直發炮啊 他是不是 掛機所以他就是可以那個 他因為掛機所以他必須要用攻擊 然後來就是讓自己就是判定不是掛機這樣子 那也是蠻 這也是蠻機車的耶 但是我們至少都打到一隻機器了 好不容易才排到一個人 結果馬上又又掛機 他不要用是同樣的哦 沒有沒有 這邊是韓國人哦 韓國人沒有掛機太好了 這還比較爽一點點 但是我也是蠻想要就是打對面的機甲的 哦都沒有哦 哦這邊直接我直接那個哦 但是我們達利爾還不錯 看一下能收兩隻 有有有抽跳哦 那我們這邊的話那個螺絲金會拿蠻多哥的哦 這還行啊 但是我們還是要給對面一點點小機會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那個好不好 拎到了拎到了 有有有看這把很大 這把很大 哦你看我們這邊 但是我們沒辦法一發直接把別人解決也是挺麻煩的 沒有辦法一發把別人給解決 而且我覺得 畢爾打這個模式感覺好像也還好 因為他盯不他沒辦法盯到 盯死人啊 但是他可以幫忙緩速就是了 盯到了盯到了 他就盯到人就可以那個啊 不管是不是盯到同一個人就可以了 他好像就是你旁邊那個蜜蜂 只要亮點就ok了哦 哇那這場我們打不到 打不到機器人任務哎 我對上那個應該是想要解機器人任務 比較有可能 那個感覺是比較有可能像是要解機器人任務 哪有機器人 哪有機器人任務還要自己去打機器人的啦 什麼鬼啦 你要讓對面拿那個螺絲金有沒有 然後我們還要解決跳他的機器人 這樣我們才可以解任務 這任務也太太玄了吧 很迷耶 很莫名其妙哎 那如果像我們這樣都一直優勢的話 對面不就沒有機器人 那永遠就不用解那個任務 太誇張了 然後碧兒那個旁邊亮發亮的 好像還要真的是要打那另外一個人 他才可以就是盼盡成功 應該是 比如說你看我們這樣羅莎有沒有 哎沒有沒有沒有 他另外一個也是可以啊 另外一個也是可以 所以他只要有有盯到別人好不好 他的下一發攻擊就是會比較可能 還行啊 哎呦好猛哦 結果這一場完全撞不到那個機器人哎 嘿嘿嘿 那看來真的是要掛機等那個機器人過來 然後讓他們自殺 我們就可以解那個任務 不過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任務 就是要贏機器人模式贏個幾場吧 所以還是 哎沒有哎 擊敗15個機器人 哦15個啊 敵人啊敵人敵人 所以敵方的那個角色也算好不好 所以我們在裡面殺人就是可以的 然後我們這邊就要盡可能看一下能不能在那個 在獲得勝利哦 我想說奇怪哪有這種奇怪的任務啊 就是 你要把別人的機器人殺掉才可以 那那也太誇張了原來是擊敗敵人就可以 擊敗敵人就可以的話那那至少還是可以 就瘋狂擊敗別人就可以了 我想說奇怪 你要等別人用螺絲釘 然後把角色做出來 然後你再把他避掉 那也那也太費工了吧 真的是很費工 來來來 瘋狗SPG 按不要有掛戒就可以了哦 韓國人跟我們的瘋狗SPG 哎 看到中文的ID我就蠻放心的哦 我們這邊打蠻痛的哦 還行哦 哇哇哇我被散彈打到了 這有點麻煩哦 這場 對面已經兩個了 但其實依照我們以前玩的啦 我覺得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拿到那個機器人的 會比較優秀一點點 第二個拿到機器人會比較優秀一點點 因為我們還有比較多的優勢可以那個 運動他們 有沒有大招老頭 也沒有沒有大招 79 然後對面有兩個 那尷尬了哦 哇 超雷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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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場我們應該是去 因為第二波如果我們也沒把握的話 真的是比較麻煩 感覺我們這邊的話 好像 不是說那麼頂好的 哎不一定哦不一定不一定 追追追追不一定不一定 強回來強回來 強回來強回來 沒機會 哇沒有沒有沒有 哇哇哇最後一波了 要等最後一波了哇 尷尬了 這麻煩了 我們可能這一波就要一面倒了 畢爾感覺這個模式感覺好像真的也太不行了 因為他的傷害這樣感覺程度沒有做很高 這應該一波倒了 這應該一波倒了 這一波倒了 尷尬好不好 這角色感覺不行啦 不能打這個模式 但是他在那個就是打那個就是我們那個其他的那些 大戰啦 或是那個單人擊殺模式的話應該會比較適合 因為這機器人感覺就是用他的話 打不出這種大傷害沒辦法就是牽制住機人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但我真的覺得 畢爾的這個 甲蟲王者造型就是有點帥啊 所以我才會想要說今天再玩一下畢爾 那大家有沒有買這個造型都可以分享給特兵 知道我是覺得他這個語音也有改變有點 有點不像是女生了 因為當初就是覺得畢爾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妹子 又這樣 甲蟲霸主就直接變成一個大魔王 真的是直接被變成那個就是 邪惡的魔族的感覺 那大家有買這個造型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 主持人的影片了吧 那麽今天喜歡網紅的影片啦 我是喜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